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给大家带来的是斗舞队在狼队的第四局下半场 艾莉保平就能取胜 如果说留一个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 它是一个5加1,6分的优势 这个分数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艾莉这把的话压力不会特别大 然后球者里面的话拿出一套修仙流啊 他们这边可能会觉得艾莉会拿一个使徒或者邦邦这样的一个角色来保平 但是艾莉看到这套阵容以后是大胆拿出了鱼女啊 因为相对来说鱼女的一个主动性会更高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刷点啊 上来,哎,好像遇到了娃,哎,下板,要不要抓娃 要不要处理这个娃 这里开回游,架点,收叉 但是娃娃是防水,哎,震慑 这波震慑不仅给了两段锤 随在的鱼女有了一个从此同时届时的一个位置也暴露了 娃娃直接放 这里怎么说娃娃躲进地下室 人拉走吗 这个机子的话 机械师86%的水汽 如果说这边一个叉风叉能够收到的话 冲没冲到没冲到这边距离反而拉远了 这波爱丽的一个选择感觉稍微的激进了一点点 当时他其实收个叉 实在不行打一刀也行 他想要追求一个极致的机导 收叉过来 追一刀 追一刀手里有闪现 手里有闪现 野人的话 在保鱼女的人方面 其实能力 只要鱼女这边激动 就是她的 哎,这边闪了 闪过来一刀 他只要就是鱼女这边记录心做好 包一个圈 那野人还是比较难去干扰 这边野人来了 因为这个局对于 斗舞来说必须要完成一个三跑 必须要完成一个三跑 来看他们的顶一手 贴椅子 没顶到 没顶到 那就比较难搞了 那就比较难搞了呀 这一波开局节奏不好 这边还有一个冒险家在这里 冒险家偷偷的把人给偷了 你感谢 压根没有想到这边还躲了一个小朋友 帮忙 帮忙 扛扛扛 那这边有水气 水气 扛刀扛刀扛刀 能扛一刀吗 要薄进板子 一刀漂亮 那冒险家赶紧走 这里的话 艾力会不会得理不饶人 再来搞一手 他这边是已经到了二阶 想要通过一波丢叉收叉 看看他们尝试将这个冒险家的伤害也打出来 二挂机也十 机也十的娃娃能量还是四分之一 米马基其实差的蛮多的 米马基其实差的蛮多的 这个局感觉艾力保平的面很大 但对于斗舞来说 他们还是不会放弃的 我们算一下 这边的话 帮忙家手里50%加在45一台 现在等于说修了三台半 三台半 要打一个四人开门战 这里必须要先救下来再说 救下来 这边戒尸是肯定会倒的 野人的话这边保 我觉得保不住 艾力这边可以等到 机械式倒地以后 确认好了位置 封一个大圈 然后将野人也一起包紧 那这样的话 野人就没办法干扰了 我觉得只能盘三人开门战 去争三跑了 四人开门战 理论上面来讲 有点 就看这一撞了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先把这边马鸡点掉 然后冒演家对吧 身先士卒 来撞我 机子的话还真的是差的不多了 但是这个冒演家面对一个挽留 带有闪现的鱼女 她该怎么走呢 怎么才能走呢 写剧本的话 地窖在这边 囚徒天门 要冲地窖才行 一花 一花 曾经是绝活冒险家 国府顶尖的冒险家 艾力的话这边收叉 报 好的 密码机 密码机 点亮 这波点亮的有点慢 闪现一刀 门先开 这里门开完 野人 要不要来打一波架 面对一个挽留鱼女 好像无计可施啊 艾力也开个回游 第二名 狼队离自己的冠军越来越近了 转圈圈 转圈圈 波波这边不放弃 要等挽留结束的话是肯定等不到的 要等挽留结束了肯定等不到这边的排尔明 好的 那知道了 这边的话让囚徒先过来 给到你的一个压力 两边同时来 然后野人这边吸引让囚徒来偷 我觉得艾力这边的话就贴身手就行啊 囚徒这边是过来点小门 但是点小门这边我等你下主意刀呀 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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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真救不了 哎 没办法 那也是恭喜狼队啊 真的是一窜四 从败者组一路杀上来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逆袭之旅 狗哥牛逼 好吧 我相信这一次季后赛打完应该没有人会对艾力的能力有所质疑了 之前的话 我相信其实艾力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的 这一次季后赛 他是真正的证明了自己啊 不愧是一个远古级 对吧 远古战神 那斗舞也是很可惜啊 呃 在这样的一个 对吧 算是有优势的情况下 毕竟他以一代劳在圣哲主等待着这边狼队上来的一个挑战嘛 嗯 没能抓住这次机会嘛 谢谢大家收看啊我们秋季赛再见啊 比赛的视频应该后续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日服的比赛 以及一些呃其他我看到比较啊觉得有意思的比赛啊 那么这个下季赛就到这边了啊 还是恭喜狼队啊 确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我可以看到狼队的小伙子们啊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恭喜狼队恭喜狼队 我看见年轻人 hj terce quot你的 真的太宴了 你们一定会子